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也凑热闹 迎中秋做月饼 今天我们做咸蛋黄豆沙馅的 我们做100克的月饼 100克的月饼也就这么小 里面放一整支咸蛋黄 已经够说吃的了 那如果你要做50克的 更小的话 我建议你放半个蛋黄 这样视觉上看上去比较秀气一点 好我们今天做6个100克的月饼 先来做饼皮 那做月饼好 最好备上这样一个厨秤 这样呢就不太容易失手 我们先放85左右的蜂蜜 糖浆也行 两个差不了多少 你家里有什么你就用什么 然后放35克的花生油 凑足120克 上下擦个两三克没有关系 蜂蜜或者是糖浆和油 这样一起搅拌 这个时候如果厂家他做的话 他是100%要加减水的 他是为了上色漂亮 那我从来不放 所以我也不建议大家放 因为口感上没有任何区别 但两个都融为一体了 那我们就放面粉 下面粉 120克 破匀它 拌到这样 面粉全部被液体吃透了 我们就可以用手给它踹一踹 安紧了它 这样让它在边上躺个一两三四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但是一个小时一定要躺住 那饼皮的比例是怎么来的 它是有规律的 那我们现在的总量是140克嘛 其中一半是面粉120克 另一半就是蜂蜜和油 那我们蜂蜜要掌握在面粉的70%,然后油是面粉的30% 所以我们就放了蜂蜜85克,油差不多在35克这样子 那加上面粉 我们的总量就是240克 我们做6个除以6 那就是等于40克一个饼皮 然后我的蜜呢 希望在60克左右 豆沙加蛋黄 豆沙加咸蛋黄 熟的一份60克 然后就直接把馅馅做好 咸蛋黄放在豆沙馅中间 让它这样包起来 排排桌放好 那馅全部弄好以后呢 最好能放冰箱的冷冻里面给它冻一下 这样的话它外面的皮就会硬硬的 就外面一层就好 然后你等会包的时候就容易上手 那月饼呢 我已经做了好多次 所以呢 饼皮和馅的比例我也尝试了多次 我还是觉得皮要稍微厚一点 不要太薄 特别是像豆沙馅这些 太薄的话就一点嚼劲都没有了 而且豆沙馅深 太薄的话还不好看 那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好了以后呢 我们等面团醒了 就可以开工包了 先称一下面团的总量 145.5多了5克多 然后给它分成40克上下的6份 你可以莫测 你也可以这样加上去 朝上加40、80、120 然后面团搓圆 桌面上放一层塑料纸 像擀脚皮一样 给它摊大一点 然后还有一点软 馅直接放在中间 提起塑料纸 提起塑料纸 面皮下来 这样倒扣着 先把底部的面皮跟豆沙馅安紧了 不要让它脱空 反过来 手法像包汤圆一样 给它封口 一个月饼团成型 那最后一个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不要急着去按摩 我们先把烤箱预热了 小烤箱预热在375到400F这个样子 然后大烤箱呢 可以定一点 330到350 这样子 口风好 朝下做 月饼团移到烘焙纸上 放上烤盘 或者你做好的时候 你就直接这个状态 然后模具 这个模具面塞进去 塞的时候不要塞反了 这个花面朝外 就是你能看得见 进去以后 然后这边把它锁上 直接套在饼团上 用力压 不大不小的力 要用巧力 按下去以后 手松开 然后这样 把模具提出来 磨面也跟着出来了 再来一个 按下去 稍微用一点力 不要用过了 然后手放开 移出来 接下来就进烤箱了 我用的是小烤箱 所以我预热的温度是400度 你确定一定要够热才进去 要不然的话 它会塌下来 五分钟以后 也就是五分钟到十分钟之间 它定型了 如果你想漂亮一点 就给它拿出来 上上色 我准备的是蛋液 你要用力打 打到它很薄 这样的话呢 就不太会有深浅 其实用牛奶也可以 更省力 但是颜色呢 好像就会浅一点 然后这上面的膜 你把它推开一下 用一支笔 就沿着这个碗边 轻轻的蘸一点 慢慢的涂上 这个刷子很重要 不要用太粗的 我做这个月饼代价可大 我用了一支 曲子三羊小卡 没有啦 不是新的 是我用了很久 笔锋都没有了 不过我弄得很干净 我泡了几个晚上 然后用开水再煮过 这个凹槽的地方 正好不要让它沉淀太多 然后我们再把它送进烤箱里 我又在原来的温度上 定了15分钟 那烤箱嘛 每家人家可能都会不一样 所以你要多观察 越到后面越是要小心 它一变金黄了 就可以离火了 因为里面是熟的嘛 外面金黄了 里面一定没有问题了 千万不要烤过了 烤过了以后就会变很干 它油也回不出了 给大家展示一下新鲜出炉的月饼 如果你想吃 现在也可以吃了 但是烫到你进不了口 那等一会等凉掉以后 变湿温了呢 它就会变得很干 不太好吃 那月饼最好吃的时候 是你放置一两天以后 它会回油 就是我们说的 因为 这个时候它就会变得很漂亮 又漂亮又好吃 所以你等它冷却以后 找一个密封的盒子 或者 都可以 给它密封起来 放在室温 一两个礼拜应该都没有问题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